这个MV就是很偶然的一个状况下的一个发响 学员们轮流上台分享影片作品 有的将自己创作歌曲拍成MV 并访谈创作过程 还有用影片介绍青田街日式古迹 台师大大船所与中家宽屏 共同合作开办课程 推广公用频道 并教导学员们如何用手机拍摄影片 以及影像构图与剪辑概念 能够从头到尾自己完成一部作品 学员们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工坊 那我觉得这个工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带我了解到 就是公共频道的这个存在 因为我之前完全都不知道 有这个频道的存在 然后那时候有大概去电视上面浏览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棒的空间 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投稿 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 然后在课程中也学习到蛮多 就是一些剪辑上面的逻辑跟概念 我们这组的话是拍摄清田街 就是在师大后面的那一条街 然后因为会拍摄的原因是 那边的建筑都是日式流 日制时代流下来的 所以它就具有一些日式风味 然后而且再往外还有天主教堂那些 就会感觉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的概念 就是有日式的 然后也有天主教 然后也有清真寺那些的 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昨天是先学到了一个叫一个公用频道 然后可以给我们民众使用的 我们公民都使用它的权利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包括我活着20年以来 我是第一次知道 哦原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使用吗 所以在这样子学习知道了之后 我们的隔天我们就亲自剪片 然后如果那个片省得过 我们就可以放到公用平台上面 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也是一个团体的曝光的机会 所以希望可以让它继续流传下去吧 所以我们队府主要是协助民众 然后去我们是协助技术的层面 包括剪辑影片或者是 把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点子 画成一个文字 然后文字可能做成旁白 然后让它变成影片的一个元素这样 然后这次的风作坊 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在旁边协助 我们是队府嘛 是这个在旁协助的角色 然后民众它是一个可以发想很多 它提供很多他们的可能生活经验 或他们的点子这样 所以我觉得队府跟民众一起去 把这个影片产生出来的各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 然后让公用频道能够有更丰富的内容 或者是更多元的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企划产生的一个很棒的经验这样子 最后民众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影片的剪接不熟悉 就他们可能不会使用剪接软体啊 或者是他们对于使用软体 剪接软体他们的一些术语 或者像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效不太了解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最主要做的是 我们可能告诉他们 这个影片的软体要怎么用 例如说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这样子的可能按这个按键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跑出来 大概是觉得是剪接这一块会比较有 民众会比较不了解 所以我们小队府的角色就是在一旁 因为我们也是广电专业科系 对我们教授广电专业科系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 协助他们剪接 引导他们剪接的这个角色这样 为期两天的课程 除了传授影片拍摄剪辑技巧 还邀请专业讲师 畅谈公用频道媒体进用理念 并以世界咖啡馆形式 让学员透过经验分享及主题讨论 深入了解公用频道 其实这两天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学员 来了解所谓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性质 一个意义 甚至是我们要就是借由这两天的一个讲席 让他们真的可以用手机去拍片 然后剪辑后制之后 让我们在第二天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影片分享 所以学员其实他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就是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价值 跟他们未来实际是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公用频道 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想象 甚至是食物甚至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实现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这边 在第一天的课程跟第二天的课程 第一天的课程其实是除了我们要讲解 所谓的公用频道跟公共电视或说公共的一些意义 不同的地方在在哪里之外 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是所谓的世界咖啡馆 我们借由这样一个世界咖啡馆的一个相互的讨论 然后了解现在的大家对公用频道的一个意义 甚至是它的一个困难点 甚至我们对公用频道有哪些想象 所以说有哪些期望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讨论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个公用频道怎么样去运用 然后也让业者甚至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了解 就是在大家怎么样去及时广义 在整个未来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运用 跟一个所谓的能够让它更多更多 更成为大众的一个频道 这是大概所在这边举办这工作旁的意义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和当地居民使用的频道 主要播放具有公益性、译文性和社交性内容 只要影片符合规范 人人都可以制作影片透过电视播出和大家分享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